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美大叔 今天就來到小凱月南村小吃店 這是這間店的招牌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據說他們的料理便宜又好吃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營業時間稍微注意一下 現場工作人員非常的多 應該是蠻好吃的 可以看到這價錢真的相當的佛心 我說這個滷味也是要必吃的 好那我就點這樣這個應該算是比較經典口味 好那有非常多平面媒體的報導 平價小吃 好還有各式飲料但是我不會喝 就只是拍給你們看 好那這個滷味好了那現在就品嘗看看 好剛剛這個跟店家聊天聊一下這個店家的歷史 說在這個很多年前的時候 信義區只有凱月跟這一家店 所以說為什麼他們出來會叫小凱月 是因為那時候信義區都沒有什麼店 好這個是我記得的 30年前的時候我爸爸開車 帶我經過信義區的時候 這邊整個都烏騎馬黑 連路燈都沒有 嗯 他們滷菜好吃 又純粹是一個外城市口味 加上那個油波辣子之香 嗯 喔這個滷味真的很棒 而且價錢真的不太貴 如果是在那個 龍開頭那家XXXXX 可能就這樣就兩三百了吧 嗯 我懂他算是熱乳 熱乳味啦 都是有去過一下熱湯 哇這個滷味真的是要加點他的油波辣子 那個味道才整個都會出來啊 好謝謝 好那個店家講說這個要配辣蘿蔔乾 好那就加看看啊 好那就感謝店家的說明啊 不然我們不知道他這個真正 最美味的關鍵啊 好再吃一吃看看啊 喔 不錯是蠻好吃的 不過這個應該就有 混合到本省市的吃法 我覺得啦 吃蛋不蛋 IQ淋蛋你聰明我笨蛋 這個滷菜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店家還蠻客氣的啊 蠻值得來吃的喔 平價然後 口味不錯 然後耳朵還有點Q彈Q彈的 嗯好吃 嗯好吃 出餐速度也是蠻快的 這樣不錯喔 謝謝 怪子都有 怪子滿 謝謝 謝謝 好其實他這個滷菜就是需要一點別的東西來輔佐 不是辣油就是這個菜脯啊 然後口味更更加的突出一些 他本身 算是比較清爽一點 好 如果再點小魚花生 感覺就還蠻適合配比魯啊 好滷蛋就是 還好喔 滷的滷的算是普通 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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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滷 嗯 應該要特色就是這樣 就稍微滷到味道這樣 好蠻不錯的喔 這裡面我最喜歡的是 豬耳朵 嗯 嗯好吃 90倍 剛剛忘了講那個餐具在下面這邊拿 好再一次這個 小黃瓜 好這個實驗室小黃瓜就相當的適合喔 謝謝喔 好這道不錯喔 濃郁中帶著清爽喔 有芝麻醬然後還有這個 很開胃的感覺喔 微微的酸 嗯 好吃 喔那個辣椒真是夠辣了 油波辣子 蠻過癮的阿 因為這個季節的關係阿 所以 這個兩瓣小黃瓜 我覺得是滿分的阿 清爽中不吃口感 濃郁中又帶著微酸 很開胃阿 真的相當的棒 這 目前來說我覺得最滿意的阿 比我阿 這夏天的話必點阿 吃起來真的很過癮 簡單又美味 好 再來這個是牛肉 哇喔 看起來柔軟度相當的 牛肉相當的軟阿 嗯 這切得很薄阿 嗯 很好吃 好 好 相當的棒阿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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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真的很外省式口味阿 好 這個分數我覺得90分 滿好吃的阿 讚 好 好那最後就來到他們說這個店裡必吃的炒麵阿 好這個辣椒我就不加了 沒有 我就是辣的很過癮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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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點好了 蠻家常的味道 蠻家常的味道 很親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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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就肺感親切 然後麵條粗粗粗的 很有口感 這樣這個豐富的配料阿 肉絲阿高麗菜阿 紅蘿蔔 還有青菜 這就是一份很營養的炒麵阿 讚 嗯 嗯 嗯 很好吃阿 他還有很多菜阿 我覺得蠻值得來光顧的 這個味道很好 不是什麼大菜 但是就是說 一個很溫暖的感覺 讚阿 還有炒蛋阿 好那這道我覺得是滿分的 好吃 都是接近滿分的狀態 一個很懷念的外省式口味 好 好吃 讚 味道真的都很棒很可口阿 所以全部都吃光光 好裡面用餐區也很寬敞阿 所以我覺得蠻值得推薦的阿 好 剛剛老闆也跟我介紹說 這個在很多年前的信義區的時候 就只有凱月跟他們的店 所以為什麼他出發會叫小凱月 歷史相當悠久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張照片後來就拆掉了 四十年前 OK 好那感覺店家非常客氣喔 各位可以來用餐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好那斜對面還有一個 滿有感覺的店喔 哇這個店看起來很漂亮 好漂亮的店還蠻多的喔 這個好特別的喔 這個是眼鏡行 好那就小小的逛了一下喔 它的旁邊也還有一間點叫圓錫 好也許下次來試試看 感覺還蠻漂亮的喔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